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的 你能获得多少呢 一千万打个对折了 你只能获五百万 就觉得我很了不起了 你已经亏折了一半了 如果像这种谋财害命啊 这样这种不道德的这种手段的时候 恐怕你命里面那个财库啊 要损失百分之九十 你怎么样去却去得了 你只能得到百分之十 你是你冤不冤枉 为什么干这种傻子 原了凡先生得到零骨禅死的开始 他明白了 他觉悟到了 原来啊 这个财富是财布式 的国报 聪明智慧是发布式的国报 健康长寿是无威式的国报 他明白这个道理说 他就干了 真干了 而且太太也帮助他干 两个人一起干 古报就现前了 他命里面那个财富聪明智慧 天天增长 年年不一样 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定 他的寿命 没有遇云骨禅死之前 这个看相遇到个孔先生 看得非常之准 说他命里头没有公民 他的地位 执事秀才 没有举人 没有尽私 一生可以做一个 最高的地位 是做一个小县的县长 在四川 偏僻的地方 小县的县长 受命 五十三岁 命里头没有儿子 以后云骨禅死 告诉他 改造命运的方法 他明白了 改造命运 没有别的 财不实 发不实 无为不实 他真干 他的命运全改了 官 做到保抵的 直线 那是个大县 不但是大县 直接归皇帝 管的 命运没有 没有公民 他考取了举人 他考取了净死 公民有了 命运没有儿子 生了一个好儿子 现在他们这个后代 还挺兴旺的 跟我有联系 受命 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四岁 走 所以 杜盛先生说 明白这个道理 求财有大道 不是求不到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人给我算过命 我自己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很多人 好奇 我不忌讳 我的命很苦 平坚 平时 命里头 没有财库 所以物质生活 非常艰苦 健是没有地位 命里头 没有官业 那就是 没有做主观的 主管官的 再小的主管官 村长 他是个长 他有印 所以顶多给人做末了 帮助别人 自己 做不了主观 没有官业 寿命一短 只有四十五岁 廖凡先生 五十三岁 比我长命的 我是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好老师的 知道 张家大师 叫我修才不识 法不识 无意不识 当时我跟他讲 我连自己生活都非常困难 我哪里有钱就不识 大师告诉我 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有没有 一块钱也勉强 也还行 那就可以了 你就从一毛一块 不识 我就真干了 那一毛一块 怎么不识呢 这个寺庙里面 我们常常去 那时候参与 参加他们的法会 佛祀活动 哦 看到有人放生 在这里捐钱 那我们就捐个一毛两毛 看到有人印金 印金也在这里捐款 我们也捐个五毛 捐个一块 就从这做起啊 确实 越诗越多 三种布施都干 出家之后 所有的一些供养 就布施了 没有看到 印光大师的时候 我就是修的 这个布施贫穷 布施医药 医药是 我每一个月 一定送一些钱到医院 做医药费 有贫穷的人 来看病 没有钱买药 拿这个去 一直到现在 我住在澳洲 图文巴小市 这个小市里面 有一个公立的医院 我每一个月捐一万块钱 医药费 也有六年了 年年给他 还有一个基督教的 临终关怀中心 他们是私人办的 办得很好 临终的时候 无论你信哪种宗教 他都帮助你 他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徒 佛教 用佛教的仪式 念佛 他同意 他协助 这个太好了 太难得了 他经费有困难 我也是 每一个月 给一万块钱 这是固定的 很多年了 布施医药 这叫无微布施 国报是健康成熟 法布施 跟印光法自学 这是我们早年 年轻的时候 做梦都不敢想 怎么能想 布施大藏经 现在 我这一生当中 赠送全世界的大藏经 我们目标定在一万套 现在大家 已经送掉了七千多套了